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调查发现 至少从2006年的入学考试 开始就校方就多次对医学院医学专业附施的小论文进行违规操作 以减少女生和复读三年以上男生的合格人数 报告强烈批评称 这就是歧视女性对复读男生采取的措施 是对考生背信弃义的行为 报告认定校方在今年和去年的初试中给部分考生加分 对合格者进行违规调整 报告指出 主导此事并同因行贿嫌疑 遭到不拘留 起诉的该校前理事长就谨正业 77岁和前校长明木卫 69岁规范一时麻木 存在希望让校友子女入学 以筹集更多捐款的想法 报告附带指出 两人似乎还曾收受讨生家长的受贿 被控受托受贿罪的文科省前局长 昨夜派 59岁的儿子通过了今年的入学考试 他在400分满分的出试中获得10分的加分 另外还有5人也获得10至49分的加分 经确认 去年出试中有13人获得8至45分的加分 报告还揭露了不利于女生和复读 三年以上男生的具体操作方法 校方将所有考生的小论文得分乘以0.8 然后对应届和复读一至两年的男生一律加20分 对复读三年的男生加10分 女生和复读四年以上的男生则没有加分 报道陈该报告公布后 东京医科大学也召开记者会 明确表示将对操作成绩予以根除 并进行了道歉 关于如何应对可能因此而没有通过考试的考生 校方也将与政府进行磋商 文部科学乡林邦正 表示 将对全国国公司立大学 医学院医学专业入学考试的公平性进行紧急调查 文部科学乡林邦正 spool行后滟金激小学认 文部科学乡林邦正 候联小 的 医学院医学 词更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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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